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二月十二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 当时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乌克兰局势的最新进展 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约定在今天美东时间上午十一点进行通话 据白宫记者消息两人通话总共进行了一个小时两分钟现役结束 白宫随后发表声明 标态美国仍希望以外交手段解决紧张局势 但是政府高级官员介绍 美国总统与普京的电话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没有根本变化 而在当地没有真正的证据表明局势缓和 也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方面对于缓和感兴趣 官员表示拜登和普京同意继续保持联系 但是俄罗斯可能决定无论如何都要采取军事行动 事实上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可能性 白宫官员介绍 美国仍然希望普京寻求外交途径 我们仍然致力于保持外交解决 但是风险太大 不能不给俄罗斯一切选项留出空间 以避免将来采取是灾难性的步骤 同时拜登总统强调 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造成严重的后果和人类生命灾难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美关系方面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文章引述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为表示 美国和中国必须找到防止冲突升级的办法 他强调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热战的风险并非不大 主要触发因素可能是台湾或者是南海的军事事故 沈大为被认为是对中国领导层了解最深入的中国专家之一 他的评估引起外界关注 沈大为表示我并不以为这是夸大棋子 我认为存在这种风险 他同时强调欧洲不会与中国开战 澳大利亚也不会与中国开战 但是美国和中国确实有这种潜力 他表示如果没有冲突升级的约束机制 战争可能会因为意外的原因而打响 不幸的是美国和中国现在已经没有这些机制了 有几条所谓的热线 但是热线并没有那么热 我并不是在开玩笑 这些联系渠道的功能并不全面 他表示他和一些美国分析人士都对缺乏沟通机制感到极为关切 他强调美国和中国在军事领域 没有过去美国和苏联之间有的这种程序 沈大为将中美关系描述成是破碎的婚姻 离婚又是不可能 他说在双方都没有看到成熟的迹象 使这段关系压力极大 非常紧张 他强调这是高度紧张的一段婚姻 但是美国和中国不能离婚说 对不起我们真的不能再相处了 我走我的路你走你的路 不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 这两个国家与俄罗斯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大国 我们必须也许尽可能有成效的共存并稳定双方的关系 他强调今天关系中真正缺乏的是最高级别的对话和坦诚 而我们需要建立这种关系 会有很多分歧 但是最好是在房间里面对面的产生分歧 而不是猜测对方在想什么 或者假设对方在想什么 他同时强调 中国比美国人更不担心关系的恶化 他说他听到了一种从北京传出的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口气 有点苛刻 有点傲慢 几乎是咄咄逼人 他说虽然像他这样的分析家可以理解中国人经历过百年耻辱 这是一种敌意愤怒和挫败感的结果 同时也有一种真正的骄傲 因为中国不再软弱 要直视美国 但是这让世界其他国家觉得措手不及 世界其他国家还习惯于中国韬光养晦的低调做法 现在西方和其他国家不习惯中国这种强硬的态度 他说中国需要一段时间来度过这个狂躁狂喜又狂妄的阶段 并且安定下来 他说这样会对中国更好 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互动也会更好 而现在我们在北京看到的是一种防御性的 不安全的过度敏感活跃的民族主义情绪 当被问及共产党未来十年时 沈大为表示 共产党从苏联集体中汲取了教训 通过适应和自我纠正变得更加强大 也更加稳定 他说他看到了一些因素导致苏联的衰落和最终崩溃 而二零一二年习近平上台之后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党的自身 现在的党更加稳定 他是否回应了公众的要求 这是值得辩论的 但是现在各种迹象似乎显示他得到了中国的更大支持 他同时说 党必须要确保在未来十年内继续保持开放发展经济 避免苏联式的萎缩 沈大卫打比方说 政党像植物它们需要水和阳光才可以生长 你必须浇灌它们 否则它们就会萎缩 如果不能给植物浇水 不向阳光开放 当然会恢复到萎缩状态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美贸易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著名贸易专家查德鲍恩的最新论文 他表示最新的研究发现 中国完成贸易协议的程度是零 他研究了前总统川普执政期间所签署的与中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指出中国同意在二零二零年购买至少两千两百七十九亿美元的出口产品 二零二一年购买两千七百四十五亿美元的出口产品 而在现实中在这两年里美国对中国出口的相关商品服务总额是两千八百八十八亿美元 而如果没有贸易战和随后的贸易协议 中国在现在对于美国出口的购买数字要比已完成度还要高 报恩表示原因是二零二零年一月敲定的贸易协议之前 中美经过了痛苦的贸易战 导致美国商品出口出现了极大的不平衡和波动 另外一个原因是有两架波音飞机的致命坠毁 导致美国飞机制造商停止生产 中国取消原定订单 大流行病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因为对于服务的出口造成了打击 还有旅游和教育 金融服务出口和知识产权收费在二零二零年都出现下降 尽管从长期来看可能会有所改善 具有政治意义的美国农产品出口确实从贸易战中得到了复苏 但是也远远没有达到协议中的承诺 报恩认为这批交易也不是完全失败 而作用是制止了之前的螺旋式贸易战 他认为之前进行贸易战 再用协议止损还不如从头就不打贸易战 他强调协议中的有一些内容是有价值的 比如中国承诺消除对美国农产品出口的技术壁垒 尊重知识产权开放其金融服务部门 但是他认为第一阶段的协议主要留给我们的是教训 我们仍然需要不同的贸易关系条款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官场有关的消息 在今天最高检官网发布 原国家粮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明被逮捕 涉及两项罪分别是涉嫌受贿罪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徐明是今年被捕第四位中管干部 所谓虎年第四虎 前三虎分别是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党委委员副主席蔡厄生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原委员梦祥 以及浙江省委员常委 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 此前在通报中指出徐明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热衷迷信活动 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儿子经营活动谋取利益 道德败会追逐个人名利多方算计 搞权力寻租项目承揽 为他人职务晋升牟利非法收受巨额财富等 徐明履历中值得注意的是 他曾经在重庆担任重庆市委副秘书长 秘书长研究室主任市委常委 以及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等职 有薄熙来大秘之称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社会新闻 在今天沈阳指挥中心接到警报 说在当地时间十七点五十五分左右 有一辆二三二路公交车行驶至黄沽区某大街时发生了爆炸 警方通报显示 接到报警后 省市领导以及公安应急急救部门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处置 目前爆炸已造成一人死亡 二人重伤 四十人轻伤 受伤人员送医院救治 具体事故原因还在调查 感谢您来到由我李奇Lizzi为您带来的今日华尔街频道 在看过节目之后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 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 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 解答您的疑问 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 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 我是李奇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